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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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要跟各位來介紹背部的肌群 背部的肌群可以分塵 深層淺層、中層以及深層的肌肉群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背部的淺層肌群 superficial muscles 在背部的淺層肌群當中 有兩塊大型比較淺的肌肉 位在上背部以及頸部後側的這一塊 我們稱之為斜方肌 trapezius 這塊肌肉會從整骨的位置 還有脊柱的脊凸 一直到第十二胸椎的脊凸 出發 往外側連接到肩胛骨的脊 尖峰 以及鎖骨的外側三分之一 另外位在背部下半部的位置 這塊肌肉我們稱之為背闊肌 latissimus dorsi 這塊肌肉會從第七胸椎的脊凸 腰椎的脊凸 以及肩骨的位置 喀骨肌的位置 以及這邊的筋膜群 出發 往外側往前 連接到肩骨的前方 這兩塊肌肉的下方 另外有三塊 比較淺層的小肌群 肌肉 這三塊肌肉分別是 位在上方的肩胛提肌 Lepartus scapule 位在中間的小菱形肌 Romboid minor 位在下方的大理頸肌 Romboid major 這三塊肌肉 都是從頸椎的脊凸 以及上胸段 胸椎的脊凸出發 往下往外側 連接到肩胛骨的內側圓 背部的這五塊淺層的肌肉 主要是連接到上肢的 以及肩帶的骨骼群 因此它會 影響上肢肌肉的運動 在背部中層的肌肉 主要是有兩塊小型的肌群 一塊是位在下方的 後下居肌 Selitus posterior inferior 以及位在大理頸肌底下的 後上聚集 Selitus posterior superior 這兩塊肌肉 分別是從 上胸段脊椎骨的 脊凸 以及下胸段跟腰椎 脊椎骨的 脊凸 連接到肌骨的位置 後下聚集 是從內下 往外上的方向 連接到下部分的肌骨 提供肌骨往下的拉鈴 後上聚集 位在大理頸肌下方 這個模型 並未標示出來 它的指端是位在 上部脊椎骨的位置 因此它連接的方向是從內上方 往下連接到外下方的肌骨 因此提供上部肌骨一個往上的拉鈴 在背部中層的肌肉 由於它連接到肌骨 因此它可以影響胸擴的運動 位在背部深層的肌肉群 主要是分布在脊柱的兩側 順著脊柱的縱向走向 這個肌群呢 會從肌骨的位置 往上連接到肌骨 往上連接到肌骨 往上連接到頸椎 最長可達頭骨的位置 這個縱向分布的肌群 我們把它稱之為 豎脊肌肌 Electospining 豎脊肌群事實上包含了三部分的肌肉 分別位在外側的部分 中間的部分 以及內側的部分 外側的這個肌肉 它是從腳骨脊 往上連接到肌骨 因此這個肌肉 我們把它稱之為 卡勒肌 Ideocostalis 胃在中間的肌肉 它從腰段 一直接續 最後可以連接到頭骨的位置 行走方向 很長 所以這塊肌肉我們把它稱之為 Longismus 最長肌 抗內側的肌肉 是沿著脊椎骨的脊來分布 所以我們稱之為 脊肌 Spinalis 這三塊肌肉 合稱為 豎脊肌群 主要可以作用在脊柱的兩側 提供軀幹一個往後深的拉力 因此可以維持身體直立的姿勢 骨尼 肌肉 是 骨頭 有 在骨頭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